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马豆腐印二章一至十二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当黑洛德为王时 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 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刚诞生的犹太人君王 黑洛德王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 特来朝拜他 黑洛德王听见了 就惊慌起来 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 黑洛德王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军师 仔细拷问他们 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 他们对他说 在犹大的白冷 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 你犹大白冷啊 你在犹大的军意中绝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 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 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 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事件 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 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婴孩 几时找到了 就向我报告 好让我也去朝拜他 贤士听了王的话就走了 看 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 走在他们前面 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 就停在上面 他们一见到那星 极其高兴欢喜 他们走进屋里 看见婴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就伏伏朝拜了那婴孩 并打开自己的宝霞 给婴孩奉献了礼物 即黄金 乳香和墨药 贤士在梦中得到指示 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 就由另一条路 返回自己的地方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当您面对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如黑洛德一样 感到惊慌吗 还是像贤士们一样 苦苦追寻呢 一颗心 是贤士 找到耶稣的标记 贤士 是黑洛德 找到耶稣的标记 不同的标记 为的是他们都可以找到耶稣 贤士找到了耶稣 把自己最宝贵的交给了耶稣 黑洛德 没有找到耶稣 因为他害怕 失去自己的所有 今天我们不需要 像贤士一样 去长途跋涉 寻找耶稣 耶稣就在圣体中 圣言中 教会中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关键是 您愿意如何 面对耶稣呢 是惊慌 还是追寻 弟兄姐妹们 天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可能处处都有找到 他的标记可寻 若愿意追寻 必能找到 一颗心 一颗心 没有太阳和月亮 那么容易看到 需要用尽心思 昂首挺胸 全神贯注 方能明白天意 方能明白天意 愿天主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